不乱说的历史才是好历史 一口气看懂青楼 现在的古装剧和网络小说里面 经常把古代青楼和妓院混为一谈 导致人们都误以为青楼就是妓院 其实两者根本就不一样 虽然都是风月场所 但青楼不仅规矩多 而且有钱也不一定能进去 就连皇帝来了也要遵循规矩 古代青楼女子都是琴棋书画精通的才女 她们当中有的还才华横溢 例如唐代四大女诗人中 就有两人是青楼女子 其一的薛涛更是被后世丽词堂纪念 而明代的秦怀八雁之首 有如是有女侠名书 文宗国事的美誉 她不仅才华横溢 还有崇高的民族季节 在明朝灭亡的时候 欲跳迟迅国最终被拦了下来 可以看到青楼女子和妓女 有着本质不同 而青楼自然就不等于妓院 那么青楼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青楼女子和那些明世间 又有哪些鸳鸯故事呢 最早青楼意思的来源 是指华丽的大豪宅 和色情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青楼的含义 也逐渐偏离了最初的意思 这大概就是士族豪生们 保暖私隐喻的结果 他们在拥有了大豪宅之后 很快就开始发展色情产业 进入唐宋之后 原本特制豪宅的青楼 逐渐演变成了妓院的代名词 到了元朝的时候 著名的词曲作家夏亭之 写出了一部青楼集 详细描述了青楼的风花雪月故事 到了清朝自然也不甘示弱 还有一本仿造红楼梦写的青楼梦 书中多把青楼女子描绘成 有情有义之人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青楼故事非常多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青楼并不是三教九流能去的地方 服务对象也多是当时的达官显贵 世俗豪生有了权贵们帮衬 青楼的等级规格自然就高了许多 人类保暖私隐喻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在青楼诞生之前 自然也有这个需求 夏朝有名的豹军节就荒衣无度 他爱好收集女娼炫耀 据传他曾搜刮了三万名女娼 并且为之修建青宫摇台 以宫把乐 士族们看到皇帝这么会玩 当然依葫芦画表学了起来 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很多士族就开始在家里续养歌迹 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佳迹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吕不韦的歌迹赵姬 赵姬也就是齐始皇嬴政的生母 当时的歌迹有文化修养 还擅长舞蹈和音乐 极大满足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需求 用现在网络流行语来说 就是治好的精神内耗 当时的士族们只是关着门偷偷享乐 并没有想把娼妓发展成一条龙产业 直到齐国一个叫管仲的男人出现 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 你没看错 就是帮助齐桓公称霸的名相管仲 当时齐国要实现酒和诸侯的霸业 自然要打仗 那打仗肯定需要钱啊 没钱怎么办 管仲心生遗迹 一口气召了700名娼妓 开创了世界历史上首个国家妓院 也就是俗称的官妓 这比西方还要早50年 这下大幅增加了齐国的收入 又起到了稳定士族阶级的目的 在2000多年后的民国也有样学样 开始在娼妓身上做文章 更是设立了娼妓税 增加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 当时憨憨的秦国 一看齐国这顿操作都傻了 这都行 于是马上学着齐国利用娼妓色诱了西荣王 并且成功策版了西荣的将领 这也才有了后来齐木工 阔土千里称霸西荣 最终成为春秋霸主 可以看到 那个时代的娼妓不仅有才华 能出卖色相 还成为了封建统治者们的战略工具 成为国家富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边遥远的西方 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也诞生了官妓 当时希腊还设法保护了官妓 并将它们划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古希腊的官妓一样有文化修养 最起码能和名人雅士皆得上话 并且非常善于交际 例如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的情妇 阿斯帕西亚 他就以智慧文明于古希腊 就连赫赫有名的苏格拉底和伯拉图 都尊称他为导师 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社会需求的演变 在家妓和官妓的基础外 又诞生了一些零散的个体户娼妓 这些个体户经过演变 逐渐成为了青楼女子的雏形 最初这些个体户服务的对象 多是底层人群 久而久之他们发现 地位和收入都不如家妓官妓 而那些天天和士大夫私混的官妓们 都能隔善舞出口成章 于是个体户也开始了内卷 他们发现再不卷起来的话 就要被时代淘汰了 他们开始提高文化素养 用以满足士族阶级的需求 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顶峰 同时也是青楼走上历史舞台的转角 在唐宋诗词文化的熏陶下 个体娼妓们也学会了吟诗赋词 从那之后 个体户们开始迎来了蜕变 一跃成为和士大夫们 循欢作乐的青楼女子 后来他们的规模越做越大 台场也越来越豪华 最终发展成为了古代青楼 青楼也成为了 当时达官显贵们热衷的社交场所 无论是升官加薪 还是金榜提名等喜事 他们都喜欢跑青楼里面去庆贺 久而久之 青楼就成了必去打卡点 而青楼女子也成为了大网红 那些挥金如土的权贵们 就有点像现在的榜一大哥 到了宋朝 青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当时北宋都城汴京 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青楼女子 无数达官显贵都慕名而来 因为青楼的台场变大 于是也开始划分等级 不但设置VIP卡座和低销 还拒绝了一关不整的三教九流人士 慢慢往高大上的方向包装 一些著名的青楼女子 更是炙手可热 就算是榜一大哥来也不好使 因为他们也学会了由遮皮八半遮面 不管底下公子哥们如何叫好 他们还是不露面 堪称现代饥饿营销的鼻祖 青楼女子因为各种属性加持 不会像普通妓女那样亲自拉客 基本不会干抛头露脸的脏活 至于那些朗客的活都是劳保在做 客人进来青楼后 也不是有钱就可以任性 如果想要见到青楼女子 起码还要经过三关考核 第一关就是七楼赛师 意思就是 客人们在一楼的白墙上作诗 等到客人散去后 楼上的青楼女子才下楼筛选 入了眼的才能进下一关 很多客人因为诗血不好 栽倒在了第一关 这也催生了一个代写的职业 许多穷书生就在青楼门口 给公子哥们代写诗 当然了 青楼女子们见多识广 哪些诗诗代写 哪些是原创 自然一目了然 第二关就是大茶围 客人们围绕着做一期品茶 丫鬟负责针上各种各样的茶 客人们不仅要准确说出 茶叶的历史故事 还要根据当时的情景来几句诗 有点像现在说唱里面的 Freestyle 青楼女子就躲在屏风后面厅 一顿功夫下来 没点文化底蕴的客人 基本就些菜了 这一关也挡掉了许多 有钱没文化的土豪 剩下的基本是既有钱 又有文化的名士 前面两关如果顺利通过了 最后一关就是上楼正式面试了 客人终于获得和青楼女一对一 相处的机会 看到这里你以为完事了 接下来就是为爱鼓掌了吗 其实并没有 你还是太心急了 因为这一关大部分客人 还是见不到真人 青楼女子会继续躲在屏风后面 如果看对眼了 会对上几句话 如果没看对眼 客人只能干等 第一天 青楼女子基本上 不会和客人见面 继续着饥饿营销的套路 青楼虽然有各种各样繁琐的规矩 但依然还是有许多名人雅士 趋之若鹜 用现在互联网的话来说就是 青楼的存在 准确地解决了用户的痛点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了 那皇帝来了青楼会怎么样呢 青楼小姐还是不露面吗 这个问题你问到点上了 还真有一个皇帝去了青楼 但他碍于天子的身份 微服化身前往 这个人就是北宗著名 书画艺术家 静康支持主角 宋徽宗召集 宋徽宗不仅书画造诣 登登造集 急逛青楼的故事 也是历代帝王所不能及 当时能让宋徽宗钟情青楼的原因 就是李诗诗 他是北宗著名歌迹 是当时文人雅士公子王后竞相追捧的对象 妥妥地北宋顶流一姐 许多名士挤破了头 也想见李诗诗一眼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自带流量 如果那个年代有微博 那热搜肯定都是李诗诗见了谁 干了什么 说回宋徽宗微服逛青楼 他到了青楼后 也得按规矩办事 该给钱就给钱 写实作画一样也不落下 宋徽宗别的本事没有 唯一的优点是钱多 而且文化艺术造诣高 这完美符合了青楼女子的配对要求 如果仅从这点来看 那宋徽宗确实算当时人杰 宋徽宗轻松闯到第三关后 在房间哭作了很久 始终没有见到李诗诗一面 前面说过 客人想要在第一天 见到青楼女子是很难的 大部分客人在青楼睡了一宿 也没能见到放心 宋徽宗也不例外 他堂堂大宋天子 要什么有什么 后宫家里无数 然而有时候 事情就是这么抽象 宋徽宗居然坐在空房谷等李诗诗 一直等到凌晨两眼发黑 就颤原地喊一句 我乃大宋天子 就在宋徽宗人困眼疤之际 躲在屏风后 弹唱了一板的李诗诗 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走了出来 而宋徽宗也是第一个 能在第一天就见到李诗诗的人 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 宋徽宗确实有两把刷子 李诗诗见宋徽宗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四点 此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宋徽宗经常光顾李诗诗所在的青楼 一来二去朝中权贵们都知道了这个事 于是都不敢再去找李诗诗 不过还是有一个人头铁 这个人就是北宋的大才子周邦彦 他有一次趁宋徽宗生病 悄悄去找李诗诗约会 正当两人情龙之时 没想到宋徽宗竟然来了 这一下就很尴尬了 周邦彦知道惹不起宋徽宗 赶紧钻到床下躲了起来 在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关里有一个片段 皇帝和大臣先后来轻楼寻欢作乐 突然皇帝听到大臣要来 害怕这个事情被太后知道 下得赶紧躲进了床底下 而这个片段就是星爷 在致敬宋徽宗 李诗诗和周邦彦的三人故事 宋徽宗也是个急性子 刚进门就向李诗诗嘘含问暖 还送上了一堆宝贝 其间两人一直轻轻握握 宋徽宗待到三更时分 才一一不舍离去 而躲在床底的周邦彦 硬是听完了现场直播 徽宗走后 周邦彦才敢爬出来 趁着吃醋的心情 写了一首少年游 将他对李诗诗求欢不得 被徽宗夺爱的心情写了出来 也不知道李诗诗是不是有意的 在那之后 竟然当着宋徽宗的面 把这首少年游唱了出来 宋徽宗瞬间就明白 那晚上床底有人 一查才知道是周邦彦 宋徽宗大怒 把他贬出了京城 从宋徽宗这个故事可以看出 青楼女子拿捏人心的高超之处 李诗诗不仅没有得罪任何艺人 还从徽宗身上得到了更多宠幸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金军攻破了汴京 北宋灭亡 靖康之变中 宋徽宗被俘虏去了北方 中国伟大的书画艺术家徽宗 再也没机会逛青楼了 而李诗诗的下落 有多个版本 有出家为迷 流落民间 被金军俘虏等等 结合靖康之变的耻辱来看 被金军掠走 发费洗衣院当娼妓的可能性 更大一点 既然青楼的排场这么大这么显赫 青楼女子又能认识到 这么多达官显贵 那么 她们是不是可以轻易为自己赎身呢 其实并不是 青楼女子要为自己赎身的难度非常高 大部分青楼的老板都非常精明 都知道青楼女子是摇钱术 一旦放走 她们就会血本不归 而且很多青楼老宝 以前就是青楼女子转型过来的 太会打捏人性了 就算有客人看中了某个女子想赎身 老板马上会开出一个天价 几乎等于当时娶几个老婆的成本 大部分客人都会望而却步 可能只有极少数像李诗诗这种被皇帝看中 或者辛苦一辈子为自己赎身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碍于字数篇幅 就不想继续说了 中老青楼的女子 结局都非常凄惨 因为没有了利用价值 大部分人晚年都会被借买给富商豪生们 任由他们摆布 有幸离开青楼的女子 归宿也不一样 有的会因为爱情和一些名士比翼双飞 有的则追求名分 嫁入豪门为妾 有的则继续为了钱转型当劳保 自己开一家青楼 就像运动员退役当教练一样 在一行摸爬滚打久了 自然就熟悉了 时间来到近代 在清末民初那段混乱纷争的年代 青楼娼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因为性观念的解放 和民众对于自由的渴望 民国期间也诞生了大量青楼女子的故事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八大胡同的小凤仙 他和护国将军蔡厄那段 至死不渝的爱情 仍被后人传送 在蔡厄被袁世凯软禁这段时间 就是小凤仙动用各种关系 就除了蔡厄 这也才有了后来的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直接拖垮了 袁世凯复辟的地址 维护了来之不易的共和 新中国成立后 青楼逐渐成为了历史名词 大量的封臣女子也被送去改造 建国后 北京先后关闭了200多家青楼和妓院 由政府设立妇女教养院 协助他们创造 重新走向社会的条件 继北京之后 全国各大城市 先后采取了封闭妓院 建立妇女教养机构 收容改造妓女的措施 在上个世纪50年代 基本上完成了 收容改造娼妓的任务